好 接下来是企业改字充足 土地征税又会正常 第一个呢 是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 整体改字 那么具体来说 就是你们家呀 原先是个非公司制企业 老师什么叫非公司制企业啊 你现在还能看到少数企业 它的牌子叫做某某工厂 哎呀 你说这个某某工厂到底是什么玩意呀 对吧 因为我们在最早最早的时候 我们这个企业呀 名字很杂的 对吧 有全民所有制 有机体所有制 还有私营企业 对吧 行 但是最早的是这个概念 后来才正式的颁布了这种公司法 行 我们现在成立的呢 一般很少用什么某某工厂的 对吧 你要看到某某工厂的话 一般都是什么个体官物之类的 对吧 你要是一家企业的话 他就告诉你 你是要么是有限责任公司 要么是股份有限公司 对吧 比如说程老师的公司 我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新成立的都是公司法 但是一些老的呢 现在在慢慢改 对吧 所以某某工厂改为 有限责任公司的时候 或者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 对吧 他是改制的时候 这一下呢 叫做整体改制 对吧 或者说 后来 比如说程老师 程老师的公司 现在是有限责任公司 对吧 然后呢 有新的投资人想加入 因为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股东是有限制的 对吧 大家学了这个经济板子 有限制 我突破不了太多 对吧 所以我现在扩大怎么办呢 我甚至以后还想做IPO怎么办呢 我就必须进行股改 股改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所以这样有可能 我股改完以后 我觉得过了几年又不合适 我把一个股份公司 又调回有限责任公司 因为股份有限公司 管得更严一些 我有限责任公司呢 更灵活一些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有啊 有限责任别没股份有限 股份有限又反过来 作为有限责任 对吧 那么这些呢 都叫做整体改制 那么这些改制 在改制之前的企业 他把这个土地使用权啊 第三建筑物啊 其辅助物啊 我们统称叫做房地产啊 转移变更到 改制后的企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占不征收土地争税 为什么不征收啊 他都是我的 对吧 我只是改了个形式 其实还是我的 对吧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考虑到合理性的问题 我们就不征土地争税了 那么这里的整体改制 指的是不改变 原先企业的土地主体 并且会承担 原企业的权力和义务 对吧 就哈萨来的就是我的呀 他叫某某有限责任也好 他叫某某股份也好 他就是我的公司 对吧 或者我们这几个股东的公司 所以这个改来改去 没有土地争税的问题 好 第二个 按照法律规定 或者合同约定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企业 合并为一个 对吧 A和B合并成一个 对吧 叫企业合并 原先企业投资主体程序 那么对于原企业 将反弹转移变革到 合并后的企业 占不征收土地争税 比如说 A和B把这个土地房屋啊 变到C 它是不征土地争税的 所以我们经常用 合并的方式呢 去筹划一下 这种土地争税 好 那么有合并 自然就有分设呀 对吧 分设就是按照合同 法律规定 一家企业呢 变成了两家企业 对吧 然后这时候 我这个A的这个土地啊 房子啊 我转移到 编割后的 这个B和C里面去 对吧 也是一样的 与原企业投资主体相同 就是原先在A公司的股东呢 投资主体呢 继续留在B和C里面 对吧 那么在呢 把A的土地 房子产 转移到B和C的时候 在这个转移环节 占不征收 土地争税 好 这个抬头就是支持企业 做改制重组 对吧 所以四种情况 投资占不征收土地争税 但是这里呢 有个限制性条款 有上述改制重组的 土地争税 优惠政策呢 它不适用于 房子产转移 任一番 为房子产开发企业的情形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什么 A到BC 或者A B加在一起到C 那么这里的ABC啊 任何一家企业 都不允许做房子产开发企业 你只要是房子产开发企业 就一票否决 就不能享受优惠了 所以这点显然地上 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么 比如说我合并 对吧 A和B的合并以后 并到C了 刚才把这个 合并环节的 土地争税讲完了 那么并到C以后 改制重组完成了以后 我这个C啊 我再转了 那么C再转了 这个房子产的时候 就要报土地争税了 那么它是报土地争税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当时取得土地使用权 支付金额怎么定的问题 对吧 这个金额怎么定 好 那么这个金额明确了一下 按照改制重组之前 你取得该中土地使用权 支付的地价款 和按国家统一规定 缴纳的有关费用 按这个来定 为什么按这个定 为什么是重组之前的呀 你们重组的税有名 征过你的税 对吧 不但是按照之前的了呀 对吧 我这里的税就变成新的了 我没有这里的税 我带到以前的来 对吧 好 经过批准 以国有土地使用权 坐驾出租入股呢 那么这时候 它是坐驾入股的时候 这个县级 及县级以上 自然资源部 我们批准的评估价 因为这个来说 它为什么评估啊 为什么批准啊 因为它有个国有资产的 保持增值功能 对吧 所以它有个批准和评估 这也很权威 所以这个数据很权威 我们税有就去采用了 这个数据 对吧 当然这个里面呢 也存在可能是按照那个购帆发票 每年加5%的模式 来扣的这种模式 那么这个呢 按照赶制重组之前 你的购帆发票所记载金额 从购买年度起 一直到本次转购年度值 每年加1%5% 我们前面刚刚讲过这个例子 对吧 购买年度呢 是指购帆发票 记载乐期的单年 就看发票 对吧 看你的购帆发票 再看你现在卖帆发票 对吧 一算就算算 归着我们前面讲过 对吧 好 那么前面提到呢 不改变原企业投资主体 或者说投资主体相同 它指的是改字前改字后 出资能不要发生变化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出资能有 ABC三个能 这三个能不能变化啊 但是出资能的比例呢 可以变动 这是可以的 对吧 然后前面提到的投资主体存在 它指的是原先企业出资能呢 必须存在于改字成组以后的企业 但是它的出资比例也是可以变化 就是能不能走 比例可以变 对吧 所以这点呢 其他社会注意下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做咨询啊 做策划的时候 很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对吧 就怕中间某个细节不满足呢 就前功尽庆了 对吧 虽有继场 不对 你不符合条件 对吧 为什么不符合条件 凯治重组前后出资能发生了变化 对吧 没了 对吧 没这个能了 对吧 发生变化了 这不行啊 OK 好我们来到题来 消化一下相关知识点啊 他说 他说以下有关于土地征税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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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有 好 因为国家建设需要被政府征用收回到免土地征用税 没问题 股份有限便为有限征论 改制前企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三建筑物及辅助物转移变更到改制后企业 占不征充土地征用税 骨改 对吧 好 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 两个及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 企业原投资主体程序 只要程序举行 比例可以变化 对于原企业将反产转移变更到合并后企业 占不征充 没问题 所谓的不改变原投资主体 投资主体相同 是指企业改组前后出资能不发生变化 出资能的出资比例不可以发生变化 可以吗 这个可以发生变化 对吧 你出资能不能变化 就出资能一定要留着 对吧 但比例是可以变化的 对吧 所以这档题这有答案是BCD 选项A来说 增值率超过20%是全额 对吧 全部增值额是要交税的 选项A 对吧 投资主体 不改变 投资主体相同 只是改之前改之后 出资能不发生变化 但他的比例 出资比例可以变化 对吧 所以注意一下哪个不变哪个变 出资能不变 出资比例可以变 对吧 所以这点请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 因为土地征税 其实我们税务局重点监管 那是反产开发企业 对吧 所以我们进入那个考题 要么是反产开发企业的一个考题 要么是转轮就反的考题 就这里面二选一 好 那么在反产开发企业 计算土地征税清算的时候 有几个规则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符合项目条件 纳税人 这里纳税人则是反产开发企业 你作为纳税人 就应该主动的去税务局 做土地征税清算 第一个 这个反产开发项目全部竣工 完成了销售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不要等人家税务局来通知啊 因为我们两种模式 第一是你自己去清算 第二是税务局通知你清算 对吧 你这个时候 不要等税务局通知你了 你带着手带赶紧清算 对吧 第二个 你整体转了 这个为竣工 就算的这个开发项目 什么叫为竣工决算啊 就做到半哪子 对吧 本来计划修38成 我现在修到20成 我就转给你了 对吧 可能要烂尾了 对吧 我就转给你了 那么整体转了 这个为竣工决算的 也是要进行清算 对吧 第三个呢 自己转了地皮 就那种所谓的炒地皮的 对吧 那么这三种模式呢 你作为反产开发企业的 纳税人呢 都要主动去清算 那么第二种模式呢 是你不来 但我们税务局发现 蛮重条件 我们税务局 会要求你来进行清算 第一个呢 已经竣工练收的 反产开发项目 以转难的反产 建立面积 注意到他建立面积来算啊 这个建立面积 占整个项目 可受建立面积比例 85%以上 就85%以上的 这个建立面积 已经卖掉了 对吧 或者说比例 没有超过85% 但剩余部分呢 已经在对外出租了 或者自用了 那么这个是 我们税务局发现了以后 就会主动邀请来进行清算 第二个 我们卖房子的时候 要去申请一个 叫做销售或者预售许可证 这就有发证时间 那么取得这个虚格证以后 你三年 你仍然没有把房子卖完 那么三年没有卖完 可能是真的没有卖完 但不管怎么样啊 我看到已经三年了 我们税务局住不住了 对吧 我怕这个后面出问题 的确啊 客观来说 像这种房子产开发企业呀 医药行业呀 我们这两年 一直以来 你以为税务局 中管的一个高风险行业 对吧 因为里面的风险挺大的 对吧 风险很大 包括你吃力又带到钱就跑了 包括你被迫 破产清算了 对吧 这种风险真的很大 对吧 包括一些大的反财公司 对吧 他们破产清算 这个真没办法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风险很大啊 谁在你三年还没有卖完 我们税务局告诉你 赶紧来清算 对吧 没什么 我们税务局感受到危机了 对吧 好 第三个 你到我们税务局申请 注销税务登记 但我一查 哎 你们家土地争税还没有清算呀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是先把土地争税清算搞完 搞完土地争税清算以后 你再来把税务登记 给你注销掉 对吧 宣布是有相互顺序的啊 否则 我把税务登记注销完了以后 我找谁去啊 对吧 我就很尴尬了 对吧 好 第四个呢 是各个省税务局 规定的 要清算的情况 所以客观来说 省税务局权力最大的税总 我们个人觉得啊 权力最大的税总 或者说我们每个省 都要去看这个文件的 主要就是土地争税 因为土地争税这个需求很大啊 因为每家法理亚公司 都会涉及到土地争税清算问题 对吧 但清算 北京的规则可能跟天津不一样 天津的规则可能河北不一样 河北的规则可能跟三栋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问问题的时候 比如问土地争税的问题的时候 在市场里面 我一般会问 你是哪里客户啊 对吧 河北的客户 那么我查一下河北省税务局的规定 对吧 你是三栋的客户 我要查一下三栋省税务局的规定 对吧 在市场里面就要看这个规定 好 第三个 我们有时候会非直接销售 或者说我们自用房地产 那这个收入怎么定啊 这个主要指的是 我们用于了支公福利 对吧 这主要是房地产公司当年土豪的时候 对吧 发两套环出去 对吧 做奖励 或者对外做投资 分配给股东 抵产债务 这个非常残疾啊 对吧 房地产公司没钱了 就经常用这个东西去抵债啊 对吧 还有换取别人的这种非货品资产 比如换干残换水泥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发生了所有权转移 要适同销售房地产 那么它的价格怎么算呢 那第一种方法呢 是按照这家企业 这家企业在同一地区 同一年度销售的 同类房地产的平均价来算 就按照你正常卖一套房子 要花多少钱 就要收多少钱 对吧 就你们家企业的同一地区 同一年度 平均价 如果没有呢 没有就我们税务局啊 第二种方法就没有的情况下 就第一种情况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税务局呢 参照单地 单年 同类房地产的市场价 或者评估价来定 因为我们说过了 在这个地区上 你们家开发了一个项目 人家边上又有别人开发项目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其实基本跟你相同 所以可以参照它的价格来算 好 第二个 将开发的部分房地产 转为企业自用 或者对外出租 那么这个时候的产权呢 一般来说没有发生转移 那么它没有发生转移呢 它没有发生转移呢 我们原来就是不争投资争税 对吧 但这个时候呢 记住了啊 在税款清算的时候 是不做它的收入 也不能扣除 它所对应的成本费用 也就是这一块呢 在实战里面呢 就是你一定要区分 产权转移是一块 看清楚啊 这是要清算的 边上还有一块是没有转移 前面是转移了的 后面是没有转移的 产权转移的部分 才依法确定 土地争税的收入啊 成本啊 费用啊扣除 没有转的部分 这一块暂时不做收入 但这一块所对应的成本费用 也不允许扣 对吧 所以它这里是收入 成本费用是 是匹配的 一对一的匹配的来走 对吧 你做了收入就能扣 你没有做收入就不能扣 好 已经缺额开票了 这个时候 一般我们算是开票 所自在金额 来缺了收入 啊 老师为什么强调开票金额呀 因为 我们做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 必须要有发票 对吧 正常情况下 对吧 除了这个企业破产了 它没有破产 没有列到非正常负的情况下 你去办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 必须要有发票 对吧 必须有发票 必须有期税完成证明 对吧 还有相关的合同 才能去办产权啊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要的发票来 对吧 就是可以的啊 它也不存在什么 个人购买不要发票 个人买房也是要有发票的 没有发票也办不了产权 听完了吗 所以这个跟别的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们去什么超市 我们超市买东西吃 吃了就吃了 不要发票没事 对吧 但是买房子是肯定要发票的 对吧 否则办不了产权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谁拿到发票也算 对吧 如果他还没有开发票呢 或者没有全额开票呢 只看到一部分票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他的合同了 对吧 按照他的销售合同 所记载的金额 及其他收益来做收入 所以有发票 看发票 没有发票 没有全额的票 就看你的合同 好 这是第一个规则 那么第二个规则呢 这个合同的面积啊 跟有关部门的实测面积啊 可能会不一样 这个会啊 比如说我当时买了套房子啊 我们当时定的这个面积呢 是145平米 一个整数 后来呢 后来一测啊 经过权务部门测 我那套房子呢 是147.85平米 就是实际的面积呢 比我的合同面积呢 多了2.85平米 对吧 这个很正常啊 就差这么一点点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会发生补款 或者退款 你看像曹老师 对吧 我的面积多了2.85平米 我就要把这个款子 补给反战公司 对吧 但有可能呢 长的时候测出来以后 是142.85 那么再少了2平米 那这个时候 人家反战公司 就要退钱给我 对吧 其实这种 清算 补款退款 很残见 那么这个时候 清算之前发生了 补款退款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计算土振的时候呢 准备扣除 比如说补款 补款就从收入里面 加上去 如果退款 从收入里面 给它扣掉 对吧 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 好 接下来 土地征税的扣除 这个也是清算年的重点啊 第一个呢 讲一下那个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呢 主要是跟清算有关系的 什么居委会啊 派出所啊 警务站啊 会所啊 停车场啊 物业管理啊 主要是这些 这叫公共设施啊 那么这个呢 看公共设施的这个产权 这个有点类似于 那个企业所讯啊 建成以后 产权归全体业主的 就说明了 它真的是公共的 那么这一块呢 可以在计算 土征的时候 扣除成本费用 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是单纯的 成本费用 或存在要 失踪销售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 有可能是 无财移交给政府 或者说 当地的公用事业单位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主要是用于 非以利性的 社会公共事业 那么这个时候 也是要参照第一条 成本费用可控 就第一个呢 是归业主呢 第二是交给了政府 和公用事业单位 所以这两种情况 都是扣除成本费用 不存在 失踪销售的问题 第三种呢 是建成以后 有偿转了 比如说它的会所 对吧 会所或者停车场 它可能有偿转了 那么这个时候 确认一个收入 然后再扣除 相关的成本费用 所以第三种情况 其实就是跟前面 两种情况 最大差异 就是第三种情况 会产生收入 而这个收入 也是我们税务局 查的重点 所以我们税务局 其实查重点 查这个公共设施 就是到底是全体业主的 还是无产移交给政府的 还是有偿转烂的 对吧 前两个有成本费用 但没有直接对应的收入 有偿转烂 就一定有对应的收入 对吧 好 第二个 我们有些这个房子 金专修 那专修费呢 可以寄到开发成本 叫做拎包入住 对吧 好 另外我们在实战里面 这个扣一件 可能会提出一些费用来 那么提的费用 除了另有规定外 计算统论的时候 是不允许扣的 还有 我们预期券发呢 要交一个土地闲置费啊 这个带一点惩罚性质 那么这个呢 在土地闲置是不允许扣的 计算土地闲置的时候不能扣 那老师这个土地闲置费 在携手税能扣吗 这个好像没有限制性条款 根据法无禁止 就会允许 所以在携手税呢 这个土地闲置费呢 目前没有明确规定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如果同时考到了土地闲置费呢 携手税是可以扣的 对吧 好 然后建筑按照施工企业 他经常会被扣一个自保金 就反产公司 会扣他自保金 那么这个自保金 如果他对反产开发企业 开了发票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按照发票所记载金额 可以在土地闲前扣除 如果这个建筑企业很聪明 他不开发票 就这块他不开发票给你 那么这个自保金呢 计算土地闲就不能扣 请问他为什么不开发票 我们前面在家这个征税的讲过 建筑施工企业被预扣了相应的这个款项 如果没有开发票呢 征税纳税又发生时间呢 可以等到收到钱的时候再发生 对吧 所以这个建筑施工企业有他的考虑 对吧 他没有了征税延后 他可能会不给你开发票 他自保金不给你开发票呢 你这个反产开发公司的这个土增呢 就不能扣 所以这是涉及到双方利益上的博弈问题 对吧 好 第二个拆迁安置费的问题 就是在那个开发产本里的部分 对吧 就你搬出去 对吧 那么拆迁安置费呢 有以下几种处理模式啊 第一种模式呢 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就是用建造的该项目的房子产 安置回全府 对吧 你先搬出去 一年半长以后再搬回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是这样啊 第一个 这个房子 首先有个市中销售 就先卖 卖给他们 但是他不出钱 不出钱怎么办呢 这个不出钱的部分呢 借到参签补偿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你从会计核算角度来说 应该是借开发成本参签补偿 对吧 然后带主营业务收入 当然也是应该带个那个 相应的别的这个代方科目 对吧 所以他是借成本分有 然后带相关收入 对吧 从会计核算角度 对吧 他有个市中销售的业务 但这个里面呢 可能还是一道补参加的问题 因为这个里面可能会多级平米 少级平米 补参加 对吧 那么如果是 反产开发企业支付的呢 就他付给回权付的呢 那么反产开发企业支付 给回权付的这个参加呢 寄到参加补参费 但也有可能 这个回权付说了 那个多给我加五平米 我这五平米呢 给你补参加 那么回权付支付 给反产公司的呢 这个呢 就直接拆签 第一点我呢 拆签补参费 所以去看 到底谁给谁钱 对吧 有可能是反产企业 给这个回权付钱 也有可能回权付呢 给反产开发企业的钱 就看谁给谁钱 对吧 好 第二个 我们可能采取异地安置 什么意思 哎呀 就不要搬回来了 对吧 我这个准备 做一个高弹小区 对吧 你们呢 就搬到那个 普通那个小区去 对吧 所以这个叫做异地安置 那么异地安置 这个房子 如果这两 两处都是你自己建造的 就是A项目 B项目都是你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以房屋价值 寄到我们这个项目的 参签补偿 好 如果异地安置 是我用钱买来的呢 以实际支付的购房款 进入到参签补偿 那么这种方式 叫做异地安置 对吧 就不要再搬回来 我们前面第一个是 你搬回来 对吧 第二种呢 是从A这里搬出去 你呢 给你挪到B这里去 对吧 就像什么呀 就像北京的这个 这个房子一样 对吧 阿环内的 现在基本上 阿环内的这个开发项目 如果要开发的话 搬出去都是搬到阿环以外去 一般很少回钱的 是占的啊 因为我们阿环内要做 还存保护了 对吧 好 第三个呢 是最简单的 货币安置 给钱 对吧 就是餐二代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合法有效凭证 接到参加补偿费 这个合法有效凭证呢 主要是我们的 参签的那个补偿协议 对吧 然后我们的银行转账的记录 啊 就是这个 好 第五个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清算的时候呢 这个卖了的就清算 对吧 没有卖的 没有转了的 就不清算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转了 就当时清算的时候 没有转到房子产 清算以后过了几个月 它又销售了 或者有餐转烂了 那么这个 你在销售有餐转烂的时候 你还需要针对这个房产 做个纳税生报 然后扣掉项目金额 按照清算时 它的单位建筑面积 成本费用 乘以 这次转烂的房子的 销售面积 或者转烂面积 按这个来算 那么单位建筑面积 成本费用呢 指的是 当时清算的时候 扣除项目的总金额 除以 清算的时候 总的建筑面积 比如说 假设 当时清算的时候 总金额 是五千万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假设 我的建筑面积 对吧 总的建筑面积 是一万平米 那么这时候 每平米是多少 每平米就是 对吧 五千块钱 就我的这个 长保费用 每平米是五千 对吧 然后现在呢 我这个 当时这个房子 还有五千平 没有转 对吧 没有这么多啊 假设是五百平吧 对吧 好 假设我们当时五百平 还没有转 九千五已经转了 九千五了 当时清算的时候 已经算完了 对吧 我现在还有五百平 没有转 那么这时候呢 假设这个月 我转了其中两百平 那么两百平 对吧 有收入 那扣除怎么算呢 以两百平 乘以单价 五千 按这个来算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两百平米 乘以五千 就相当是 我的开发成本 总成本呢 即土账的 主成本呢 是一百万的成本 对吧 这样也公平 对吧 因为我们当时是 总金额 除以总面积 对吧 这个数据很公平 好 第六个 我们土账税 是要预交的 预交了土账税以后 我们现在清算 清算可能要补交 那么这个呢 在稿局规定的 期间里面补交的 是没有自大金的 就是我们的规则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 起的数据 汇山清奖一样 对吧 歇于交 然后呢 再汇山清奖 好 土账税 清算时间 凡是符合 因办理土账税 清算条件的项目 那么这时候 是纳税人主动 去清算 对吧 他应当在 满足条件 九十天之内 他应当到 主管税务局 办理清算手续 但也有可能 是被动的 什么意思 是税务局通知他的 对吧 税务局要求他 进行土账税清算 这个时候 他接到我们税务局 下发的清算通知 九十天之内 到我们税务局 办理清算手续 所以前面这个 是主动清算 后面这个是被通知清算 对吧 好 清算时要报道资料 这里面有个小小的修改 就是这个生报表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呢 针对这个财产行为税 合并为一张报表 就是财产行为税 纳税生报表 而我们土账呢 就属于是财产和行为税 对吧 所以现在填字单表 第二个呢 是我们反财开发项目的 清算说明 主要是我们这个项目的 当时的立项啊 用地啊 开发呀 销售啊 关联交易啊 农资啊 税款缴纳 因为这些东西 那我们税务局 能知道整个项目的 来龙去卖 对吧 能知道你的收入啊 成绑啊 费用啊 扣除啊 对吧 特别是你的利息啊 对吧 能看到这些东西 好第三个呢 是项目的军工绝算报表 啊 因为这个项目 有个预算表 有个绝算表 我们这里要你的绝算表 当时取得土地使用权 支付的地价款凭证 就是主要是取得地价款 或者说当时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乱合同 对吧 银行贷款利息 结算通知单 这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利息单列的时候 项目工程合同结算单 这说是我们的主体建筑 对吧 商品牌销售合同统计表 这主要是确定我们的收入 销售明细表 也是来辅助我们的这个收入 预售虚格证 因为我们预售的时候 有个预售虚格证 要看有没有超过三年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跟我们的收入啊 成本啊 费用有关系的证明材料 对吧 所以我们看这个 当然如果税务局觉得 关这个资料不够呢 他要看基站评论呢 你还需要提供基站评论复印件 然后复印件要敲工站 好 当然我们经常返产公司 会委层我们税务中介机构 去做审核见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报送中介机构出具的 土地中税清算税款 见证报告 客观来说 目前啊 一些这种中小卫所 他的一个主营项目呢 一个是土地中税清算的税款 见证报告 就这个项目 在他们收入所里面 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还有个呢 就是高薪就起的 那个相应的一个见证报告 对吧 就目前这两个报告 我们是小卫星的手 挫的比较多 对吧 因为这两个需求很慢 对吧 别的呢 别的报告就出的少了 特别是企业所税 企业所税呢 现在基本上都不需要 我们出报告了 对吧 但土地中税清算的问题 高薪就起认证的问题 这两个的报告了 现在还是需求很慢 好 我们来到题 来消化一下相关支出点 说下令有关于 反产开发企业 土地中税清算规定 说法正确的有 已经竣工面收的 反产开发项目 已转量的反产 建筑面积 占整个可受 建筑面积比例 50%以上 那么税务局 可以要求进行 土地中税清算 50%有点着急了 对吧 应该是85% 或者虽然没有达到85% 但剩下部分 已经自用 或者出租了 对吧 好 将开发的部分 反产 转为企业之用 或者用出租 这种商业用途 如果产权没有转移 是不增 土地中税的 那么税款清算的时候 不利的收入 不扣对应的 成本费用 就是切除 切除来 对吧 产权转移部分 和产权没有转移部分 产权转移部分 是要清算的 产权没有转移部分 是不清算的 但它的成本费用 要把它切出来 好 预缴土地中税以后 计算补交到 土地中税 在主管税务局 规定期间里面补交的 不交 不加收资产金 对吧 跟所得税汇算 类似 凡数税务局关要求 纳权转进行 土地中税清算的项目 纳权转应当在 接到税务局 下发的清算通知 九天之内 重要时间点 九天 下发的通知 对吧 到主管税务局 办理清算 没问题 建筑安装施工企业 就资产保证金 对反产开发企业 出具发票 按发票所记载金额 予以扣除 没有开发票的 扣留资保金 不允许扣除 没问题 所以这条题 这种答案是BCD 选项A 已经进攻 练收的反产项目 已转烂的建筑面积 占整个建筑 可收面积 85%以上的 我们才会清算 对吧 你没有达到85呢 原则算不清算 除非 已经证明在 自用或者出注了 对吧 好 接下来是 土地中税的增广问题 那么有限的情形呢 我们会按照 反产评估价格 来生理的土地中税 第一个呢 是故意隐瞒 虚报你的成交价 土地中税呢 经常这个问题呢 是把收入 注意啊 收入 压低 把成本扣除 抬高 所以这两个问题 是我们重点查的 对吧 所以你是隐瞒 虚报成交价格 故意压低 然后扣除项目不实 对吧 故意抬高 对吧 正好是反向操作 收入压低 成本台高 成交价低于 评估价 岂无证单理由 如果证单理由 我们会接受 但没有证单理由 我们不接受 对吧 第二个 土地征税 预征管理 除了保障性住凡 保障性住凡 科幻社区对我们这个 社会最艰苦的那些群体 对吧 叫保障性住凡 除了这个以外 东部地区省份 预征率不低于2% 东部地区一般就是 我们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 对吧 比如说山东啊 江苏啊 浙江啊 上海这一带 对吧 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就是东山省 他们是1.5 不低于1.5 比如说湖南湖北那一带 对吧 西部地区不低于1% 比如说什么 甘育啊 清海啊 新疆啊 有他们 他的预征的依据呢 是收到的预缩款 减掉预缴的征税税款 这个呢 又是跟征税的联动 对吧 因为我们的预缩款 是要预征 我们的征住税 对吧 预征的征住税 大家再复习一下 预征的征住税 比例多少 3% 对吧 如果是一般征税方法 是1加9%降税分离 如果是简易征税方法 是1加5%降税分离 然后预征3% 对吧 这个在前面那个征税 是涉及到相关考点的 好 我们来到题 说反产开发企业 采用预缩款模式 销售自行开发的反产项目 收到的预缩款 是否需要预交图征税 相关预计是什么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要预交 对吧 我们来解释一下 根据土质征税 暂停条例有关规定 那是能在项目 全部军工结算前 转让反产取得收入 由于涉及到成本的确定 和其他焉益 无法基于计算土征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预征你的土质征税 对吧 等到全部军工 办理结算以后 再进行清算 都得稍补 所以我们这个土征的规则 也是先预征 预征以后再清算 对吧 基本上你看反产公司的预收款 基本上征税 也是先预征 再清算 对吧 企业水税也是先预征 再清算 土地征税也是 对吧 先预征再清算 对吧 为什么这么做呢 目的来说 主要是降低我们的 税务局的征税风险 我们税务局征税 也是有风险的 对吧 特别是你看这几年 这个反产公司 真的 就差点 去年差点 这个反产公司 就全军覆没 对吧 当然后来 国家出台各种政策 进行干预 对吧 你反产公司不能倒掉 但科幻说 这种干预政策里面 很多是国家给扶持政策 对吧 所以真的反产公司的 税收证管风险很高 一个是反产开发公司 一个是医药公司 对吧 还有这个能源采决的 比如说挖煤的 对吧 这些地方的风险都好高 对吧 当然这是因为风险高 所以 我们这个税务局的作用 就很大 对吧 去指导人家 正确的依法纳税 预征的依据 是预收款 减掉预交到珍珠税 那么这个公司 给他列一下 好 第三个 纳税人呢 应当在转烂 反产合同签订后 7天之内 就有实现规定 7天内 到反产所在地 主管税务局 申报纳税 因为这个 土地征税 是跟土地房屋 密切相关的一个 产产行为税 所以它是就地缴纳 然后现在税务局 要提交 房屋及建筑物的产权 因为它是一个产权交换 没有交换 就没有土政的问题 对吧 还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土地转烂 反产买卖的合同 如果是二手帆呢 有评估报告 对吧 以及其他 跟转烂反产有关的资料 那么那去呢 因为经常发生反产转烂 难以在每次转烂后申报的 这主要指的是 反产开发公司 对吧 它销售 自行开发的反产项目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经过税务局审核同意呢 也可以定期审报 对吧 具体期限呢 由税务局根据情况确定 也大多数是按月 或者少数是按记录 对吧 但大多数是按月 汇总 对吧 好 举个例子 说有个反产开发公司 机构所在地 在北京市西城区 2022年7月份 在河北省 石家专市 长安区 开发了一个反产项目 那么这个时候 跟你我们前面提示 对吧 我们这种 反产开发企业 这种土地征税呢 它是属地原则非常强烈 应该在 反产所在地 主管税务局审报 对吧 所以尽管说 它在西城区 但这个项目是在 石家专长长安区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土地征税呢 应该在反产所在地 也就是河北省石家专 长安区税务局进行审报 而不是在 北京市西城区审报 一定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因为它是反产开发公司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经过我们河北省石家专 长安区税务局同意 可以进行定期审报 具体呢 就我们长安区税务局 说了算 所以这个事情是 长安区有花育权 我们西城区税务局呢 反而是没有花育权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土地征税 对吧 好 那么至此呢 土地征税的这个考点呢 就给它说到这里啊 土地征税 从这几年的密提来说 大概率事件呢 是存在简单题里面 然后 实在控制难度 然后土地征税呢 重点来说呢 其实主要是考考它的扣除 就土地价款啊 开发成本啊 开发费用啊 加几百分之二十啊 还有相同就反啊 对吧 就是考这个 还有纳税地点 纳税基建啊 主要考这个 这些都是很惨规的考点 对吧 然后万一 我们今年遇到了这种 比较变态的综合题 它真的把这个 所有的税加在一起 你呢 也别着急 就像程老师讲课 别着急 对吧 贩卖语数 别着急 他问的是征税问题 就立马把你的脑子 调到征税的规则 他问的是土地征税问题 立马把脑子调到土地征税 听完了吗 一步步来 不着急 对吧 我说过了 像这样的中国题 你拉到50%以上的分数 你就赢了 听没有了吗 你稳赢 知道吗 你稳赢的 你不会输的 你的分值至少在90%以上 听没有了吗 所以我们不要太着急 就这种中国题 对吧 因为我们在很早很早以前 的确 我印象中好像是考过三次 印象中 但自己也没有考过 就之前有三次考过 反映公司的这种中国题 每次考试下来 反应都非常不好 那么这种题 其实科幻说 最后我们老师看到这种题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也是非常惊讶 对吧 就会出这样的题 因为这种题 基础在私务所 也是那些非常资深的税务师 才去处理这些问题 对吧 普通的税务师 一开始都散不掉手 对吧 但是出题老师 有出题老师考虑 或者考办有考办考虑 我们呢 我们作为考生呢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吧 兵来价 拿水来土验 对吧 反正咱们不是为了百分之百 对吧 又不是拿这个一等奖学金 对吧 应对对吧 同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就开始 是大的复习前面了 对吧 复习前面真正税的规则 复习前面 企业手税的规则 然后再复习 我们现在这个税种规则 是这样的 好 关于土地中税的考点 就给大家述一道这里